美国NASA发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UFO事件 今天我们将分享几段NASA拍摄到的视频 接下来的视频内容没有权威科学证据 请理性观看不要过于当真 第一段视频是在STS-75任务期间拍摄的 STS-75任务是美国NASA于1996年2月22日发射的航天飞机任务 也是哥伦比亚号轨道飞行器的第19次任务 刚开始宇航员拍摄了一张地球的黑白快照 然后他们又使用了特殊的红外摄像机来拍摄 想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随着地球慢慢的旋转 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情况 但就在几分钟后突然有多个闪烁的物体从屏幕底部出现 这些物体看起来形状不太统一 从小到大都有 然后他们很快就遮盖了整个屏幕 在此时宇航员们别无选择 只能向总部进行汇报 位于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声称 通过宇航员传递回来的数据来看 这些物体似乎就像一层闪闪发光的钻石 参与任务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认为 这只不过是被航天飞机倾倒出来的冰晶而已 不必大惊小怪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闪烁的冰晶是海洋上反射回来的太阳光 造成的一种视觉现象 但一些不明飞行物学家坚持认为 这些东西可能正是外星文明的证据 但接着 NASA宇航员又把相机往上挪了一点 于是在远处看到了更多这样的物体 它们看上去十分巨大 就好像是位于遥远的太空之中 航天飞机抛洒出来的冰晶和太阳光 根本无法解释它们 但NASA自己也很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中一个较大的物体开始快速闪烁起来 接着这些物体逐渐消失 全部消失在黑暗当中 而此时美国宇航局也关闭了红外线摄像机 NASA究竟巧样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后来在另一个由NASA拍摄的视频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物体 这个视频是由NASA在同一个STS任务中拍摄的 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物体 唯一不同的是 一些物体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屏幕上快速移动 而从视频上录制的声音来看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物 已经把宇航员搞懵了 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可能永远没有答案 第二段视频 在2015年时 NASA科学家上传了一个奇怪的不明飞行物视频 据称 NASA联盟号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视频监控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雪茄形状不明飞行物 就在国际空间站的外面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联盟号舟飞船正慢慢接近国际空间站 如果你往左边看 会看到一个微弱的雪茄形状的物体 突然阳光照射到这个物体上 它在一瞬间变得异常明亮 为了更加确定它是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来将其中的一个画面放大 提高亮度和对比度 以及用黄色突出显示这个物体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的 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外星飞船 它的上面好像还有着某种雷达 这是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吗 不明飞行物学家坚持它是某种外星飞行器 并且声称 类似的雪茄形状不明飞行物体 经常在国际空间站外被发现 但一些人却是反对意见 认为这只是太阳光反射在国际空间站的窗户上 而形成的某种视觉错误 但如果是光线反射 为什么这个形状如此完美 但是NASA总是保持沉默 他们是故弄玄虚还是发现了什么真相 有很多粉丝朋友评论和私信我 为什么UFO事件大多都是美国发现的 因为从上世纪至今来说 美国在探索外星文明这件事上 确实非常热衷 并且拥有大量的科学家 无论是从技术还是经验 毫无质疑在当时都是最领先的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一片土地 地势非常平缓 国土面积虽然和中国一样 但却有大约30亿亩的耕田 而我们中国只有18亿亩 截止到1990年 美国大概有2亿多人口 中国有11亿人口 美国根本不愁粮食 而我国很多地方的老百姓 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一直以来 我们国家关心的重点 就是让老百姓脱贫致富 毕竟只有先吃饱了 穿暖了 才有资格去谈理想 一直到最近几年 通过不断努力 我国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天眼 以及世界上首颗量子通信卫星 并先后完成了探月登月计划 最近又有一个好消息 我国航天局计划于7月下旬到8月上旬 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在7月17日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就已经完成了装载和测试工作 只等发射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到此结束 朋友们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